好 主觀眾我們要帶你關心最新消息 兩獎日記經過十年來的跨海徵送 在上個月是終於回到台灣了 那麼今天國使館是正式發表了 蔣中正日記 是從1948年到1954年 這七年來在台灣的部分 那麼今天國使館館長陳醫生 致死的時候也特別提到說 他看這本日記是坦言 有功說功 有過說過 馬上帶您來聽 那麼前兩天有媒體訪問我說 過去閱讀蔣日記的經驗 我很坦白的說 我的態度是有功說功 有過說過 也建議我們的社會 不要停留在零分與一百分的 兩極化的立場 當然我的態度 不是一廂情願的道德呼籲 而是仔細閱讀過日記 並且放在時代的背景脈絡來理解 阿克聽到不過這個蔣家媳婦 蔣方質疑也受邀出席 這一場新書發表會 不過他在支持的時候 是特別提到說 這個蔣公的貢獻無人能比 所以是希望說 外界可以用客觀理性的態度來看待 向最新一省把時間盡頭 還有帳篷內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